嘿喲 大家好 我是阿圓 今天咧 我就带着一班 只会拍prank的youtuber 你吗是 我也是 OK 今天咧 我们将会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就如标题 你们所见 我们今天是要一起去拯救生命 其实在上个礼拜 我就跟一个 浪浪的慈善组织 他们就是帮助流浪狗 流浪猫那些的 的一个组织 我就跟他们达成了一个合作 然后这个合作我们是会 是一个企划这样子 首先我们会先focus 我们现在住的这一区就是整个巴省区 然后如果我们这个企划顺利的话 我们就会慢慢的帮助到更大的区域的那些浪浪 我们现在先出发去 meet那个 那个人先 就是那个主子的那个人 OK 他的名字叫阿阳 所以我们现在先去他们的office那边 我等一下再继续跟你们解释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计划 OK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个目的地这一边 然后我给你们介绍这一位就是我所说的阿阳 哈啰 他是 你是做什么呢 你是 我是 Animal Food Bank Malaysia 的负责人 所以你是做什么呢 就是 其实 Animal Food Bank 是我们会找狗病 然后会捐给那些爱心妈妈 就是为这些流浪狗的爱心妈妈 OK 所以简单来讲你们是一个 帮助流浪狗的一个组织 对 然后我们今天拍这个影片的目的叻 我就想要让更多人 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的你们 就知道 就是现在流浪狗阿流浪猫他们的 他们的惨况 他们的情况是怎样 然后今天在这边 我们就收到一个爱心妈妈的消息 他说有一只流浪狗的脚 他的腿被人打断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是不知道你们在琢磨了 是他的腿被打断 对 这只狗其实在这边已经很多年了 OK 然后 他的腿被人家打不是第一次的事了 为什么那些人要打 啊 他跳到很惨耶 嗯 他其实是在 Complain 他在 Complain 他每次看到我们 他都会这样子 他就会有很多东西在那边 好像要跟我们讲这样子 好啦 好 就是一只讲话 哦 他真的是一直在跟你们讲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哇 嗯 其实比如说你上传这个视频 我期望很多人会讲这么 你们不带他去看医生 对 不过好像我讲这样子 这只狗已经被打很多次 OK 所以如果说 我们带他去看医生 又把他放回来 他还是会被打 嗯嗯 他会经历这件事很多次 跟其他流浪狗一样 所以说如果 真正的问题是谁要给他一个家 OK 所以 目前 真正的问题是谁要给他一个 一个家 对 如果有人要给他一个家呢 我们立刻把他拿去 看医生 他就有一个 安全的地方 一个安全的窝 嗯 因为 其实流浪狗不只是他一只啦 这是一个例子 嗯 所以 你拿去看医生的话 几百块几千块 放回来 可能他也会被打 OK 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脚已经被打到断了 所以我们现在 要透过这个影片传达的讯息就是 我们希望如果你们看到你们家附近的流浪狗 你们可以带他们去捷渣 对吗 对 带他们去捷渣 就是 不要让他们再继续繁殖下去 因为 流浪狗一出事是注定受苦的 所以 我们最正确帮助他们的方式就是带他们去捷渣 然后 给他们 比较Quality的生活 OK 我们现在就换了另外一个地点 我们来到一位爱心妈妈的家 他叫做 林泰 然后他 其实他领养 领养有很多只流浪狗 然后他平常也会 就是到处去为那些流浪狗 给他们有饭吃 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到了他的住家 我们要访问一下他 关于流浪狗这方面的东西 YES 这个应该是他平时喂浪浪的 哦 这些是林泰平时喂浪浪的一些食物 哦 林泰来了 你好你好林泰 你好 这些是你喂浪浪的饭 哦 要看 这样子 哇 这个是什么 就是饭加肉碎吗 豆渣和鸡肝 哦 豆渣和鸡肝 嗯 所以全部都是啊 一样 我每天都煮一样的 哇 因为 要是不一样 对那些浪浪就不公平 哦 因为要是今天是鸡肝 就全部鸡肝 OK 要是用那个沙丁鱼 就全部沙丁鱼 OK 你们要拍他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看一看 会下到里面 哦 全部在里面 哇 哇 哇 总共有多 进 进啊 打 因为 进 进 林泰讲 平常会放他们出来 但是 现在怕可能有MPK啊 会抓狗啊 所以 就最好把他们放在里面先 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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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到他的时候 皮包骨 没有这样懂吗 皮包骨啊 哦 现在 飞飞飞 幸福啊 哦 这边也有关 几只 因为林泰讲 每次他们关在里面 他们也会不高兴 所以要给他们换一下地方 给他们看看外面 世界 还有猫 还有流浪猫 就是 这三只是 嬉皮的时候 在这里 龙头 它是在垃圾堆 就是很小 还喝奶瓶 用奶瓶 泡奶瓶 喝 这三只是小制的 所以才很可怜 林泰我 我看看你的手 这些是 那些啊 你煮 给他们吃东西的时候 伤到的 有时候伤到 还要出你那些 食物的材料时候 对 伤到 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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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现在就要出发去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 好像一个工厂 好像一个工厂这样 然后那边也是有很多只流浪狗 那边也是 林泰每一天都会去 喂他们吃东西的地方 林泰他其实从 每一天啊 从早上到晚上 他每一天都在忙着 喂他们吃 喂他们吃 所以他每一天的时间 都只是用来照顾流浪狗 所以我想要透过这个影片告诉你们 一个人的力量其实是不够的 就是 就是在你们家附近 如果你们有看到什么流浪狗的话 你们 我希望你们可以采取一些正确 可以帮助到他们的一些行动 就是让更多人 关注流浪狗 现在 现在流浪狗的这个情况 然后我们以更多人 更多力量去帮助他们 那你刚才第一间工厂 因为我每次来七点 这样他就在外面工厂 最近就没有人到咯 因为一早一点咯 然后他拖链在时间的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 他有带狗链的咯 有带狗链的咯 有人养的 哪里 这个啊 刚人家丢了两个月医癌啊 哦 所以他就有狗链 所以他就有狗链 这只是刚刚被主人遗弃两个月 不久的 好像两个月这样 这只有做结扎 他的耳朵已经 他的耳朵有一个洞 就代表是已经被结扎了 哦 那么那只还没有结扎 刚怀孕 因为他们结扎过后 他们是会做一个记号的 所以你这些是今天 你等一下要喂的量来的啊 嗯 但是我每次有带狗链放在车里面 这些喂完先 要是不够我才用狗链 因为这个不可以收的 哦 所以每次不够有 最后就是放狗链 OK 狗链用比较少 每天都是有煮 煮10k的 换 那么这个狗链是不够才接啊 好像整个月下雨 我煮好了 不来又不可以 就是讲 有时候到11点我都要出来 因为这些不可以留 嗯 要是狗链呢 我可以提早 要是有狗链 好像这次不是傍晚 每天都下雨 要是我有狗链 我可以早上出来喂 早上你要出来 还没有弄好这些食物 你不能出来 弄这些食物也是要半天 这样你每一天都会这样做 每一天都会这样做 这样你每一天这样做 这样你基本上都没有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没有没有 因为我就是 早上六点这样起床 煮煮煮煮 做到来 每天 等一下 之前弄好了 我回到家有时候十点多 十点多 我就喂我家里那边的流浪猫 嗯 那些流浪猫喂到来 有时候 最近 两点才睡 半夜两点 嗯 哇 有时候就一点 林泰之前你说眼睛要做手术 你做了吗 做好 就是我做的时候 就是我女儿和我先生来喂 哦 你的眼睛动手术之前 哦 因为是那个白内障 白内障 林泰她就是 因为她觉得 这个是她的责任 如果她有一天如果她没有出来到 她就会觉得所有的流浪狗都在等着她的食物 所以导致她 就算自己眼睛需要动手术 她也抽不出那个时间去照顾自己身体的手术 你看那些流浪狗 她一看到林泰的车一到 他们就会全部跑出来 你看 就是一个熟悉的主人 这个就是林泰每一天的生活 她每一天 一睡醒 就用大半天的时间 来煮那些鸡骨 哇 什么冲过来了 哇 来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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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全部冲出来了 要分 谢谢 不客气 哇 他们是这样多的 他们是很多 很多次 他为什么要分 因为他们会抢 所以他们要分 分很多 好像这两个就不要 不碰 来 那两个就不要怕 你看一口水出来了 有食物啊 你看 他不要怕 吃食物 很怕 那个更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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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母狗 有很多字 生了宝宝 全部都是给这些萝莉 压扁 有时候 是5字生 1字生5字 5字就生20字 但是哦 只有一两只活罢了 其他的全部都是给那些萝莉压扁啊 或者是中毒啊 不晓得 那你捷杀一只狗 费用多少 捷杀一只狗 200 200 200 但是要自己 早上带去 旁晚就带回来 200 自己负了 公狗跟母狗一样 他那时候公狗 好像 没有公狗 他算百八 哦 母狗会比较贵啊 对 但是他讲要起价了 这样你就捷杀过很多只狗 把很多只狗结过杂 呃 这里吼 我来了这里两年多 嗯 呃 做了绝杂 8只啊 8只啊 这里3只 做了9只啊 9只 9只 那边就不少钱啊 但是有4只的那个工厂的经理帮我出钱 哦 OK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另外一间工厂 这边又有另外的流浪狗 另外一匹 所以是同样的 同样的做法为他们吃 其实这条路是蛮危险的 因为这边是工厂区嘛 然后这边是每次有那些卡车经过 所以 嗯 所以平常这边如果有什么狗 他们生下的小狗 他们很有可能会在这一区被罗里蚕死 对 对 你觉得他的狗怎么会这样 因为同样是吗 你看看他 你看看他的手他全没有做得中的 对对对 因为他拿那个东西中的 对 他没有这样子扒 对 把他扒扒扒 扒扒扒 从刚才看了流浪狗的情况到现在 我领悟到的就是 我觉得流浪狗 真正帮助流浪狗的方法 就是必须一定要帮他们结扎 就是不要让他们一直继续的繁殖下一代 因为其实我们能够照顾流浪狗的能力 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抽出 他们自己宝贵的时间去帮助那些流浪狗 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 不要让他们的数量持续的增加下去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集中我们的精力 去让那些流浪狗得到更好的生活 OK 这一区就会有很多小狗啦 这样子 很多小狗 就是这些流浪狗他们一直在繁殖小狗 然后这些小狗也同样的 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在同样的环境生存 同样的环境长大 所以他们受的苦是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流浪狗结扎 因为流浪狗一出世就注定是受苦的 因为没有人会去要领养他们 几率是很小的 而且这一区有很多罗里 还好罗里还会停下卡过 就是这些工厂区这边 有很多这样子的大卡车走过 然后又这边有很多只流浪狗 所以这些流浪狗他们是不懂得照顾自己 也不懂得看车 所以就有很多只狗 小狗一出世就会被罗里缠过 然后就死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将流浪狗结扎的原因 OK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另外一个地点 然后这边的狗 流浪狗就是他们每次吃这些 这些垃圾食物 所以导致这些流浪狗 他们的饮食很不健康 所以会一直生病 你看 这样多苍蝇在那边 我们喂流浪狗的过程 已经用了大概三个小时多 这就是林泰每一天的生活 然后等一下他的家人去吃饭 他也没有时间跟家人吃饭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区的流浪狗摇尾 所以一个人的力量真的是非常有限 所以我就希望透过这个影片 可以影响到你们跟我们一起做同样的事情 OK今天亲身体验了 就是林泰一整天 喂流浪狗的那些行程 我真心体验到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 然后就无论是在他的那些食物的每个月的开销上面 就已经需要整千块 如果他那些 有些时候那些鸡肝啊 就是那些卖鸡的供应商会免费送给他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免费送他的话 他一个月是肯定不止千多块马币的 而且他还不只是给他们吃东西而已 他还会带几只狗去接渣 一只狗的接渣费用大概是两百块左右 如果是供的话就大概百八块左右 而这些钱全部都是林泰自己掏腰包付的 是他自己私人的钱 没有任何的机构啊 或者是没有任何的组织去赞助他这些费用 所以透过今天这个影片 我希望我们可以用我们目前的一点点的影响力 来影响更多人 就是正确的帮助流浪狗的观念 也希望可以影响更多人 和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 毕竟那边每一条都是生命 所以我们能够帮多少就帮多少 所以你们就期待接下来更多我们 和浪浪们的影片吧 OK 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各位 拜拜 我们下集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